您先開始要帶您關心到 兩岸情勢緊張 九合一選舉之後 中國突然間宣布禁止 台灣五載魚 抽刀魚 魷魚等水產品輸入 總統蔡英文發聲譴責之際 現在又傳出了 中國海關總署將金門高梁 還有台灣啤酒等產品 納入了暫停進口名單 台灣飲酒公司證實從9號開始 中國是直接撤銷台灣進口登記 包括了台灣啤酒 金門高梁 還有格馬蘭威士忌以及黑松沙士 那麼台商擔心 恐怕在未來還會有更多補償 受到影響 中國以注册訊息不完整為由 又在禁止我國水產 秋刀魚 五載魚出口 現在不止農產品在傳 台灣產品也在名單當中 包含了台灣啤酒 金門高梁 金車格馬蘭威士忌 甚至是黑松沙士 維他路都遭禁 因為他們才登記一支 對 然後我們進口 我們的大雨箱沒有過 跟農產品一樣 台九鎮時對岸採登記制代理商直接被撤銷登記 查詢中國海關總署網站 在台灣生產企業註冊登記的28項當中 就有11項遭到暫停進口 飲料 冷凍飲品354項 123項也是暫停進口 而且不罰都是大廠商 這些消息是蠻突然的 我相信所有的台商都蠻忧心忡忡 擔心後面還有下一波 更嚴厲的一些措施的部分 中國一連串大動作的以傷逼震 無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 面對中國的打壓 希望台灣人要團結起來 水產禁令爭議威脅 蔡政府提出嚴正抗議 不過國台辦反批 報導跟事實不符合 嚴正抗議更是無理取鬧 說是無預警禁止進口 純屬刻意炒作 希望台灣食品企業 儘快提供符合要求的 企業註冊訊息 中國以行政註冊的手段 來對貿易行為進行相關干預 不符合WTO相關的規範 在世界各國也是獨有的作法 而我們對於相關受到影響的業者 我們會盡全力來幫忙 除了盡全力幫忙 也要跟對亞好好溝通 但目前兩岸緊張情勢的氛圍之下 中國以突襲方式發佈禁令 未來恐怕產生連鎖效應 記者 蕭美秀先生 台北報導